近年来我是不断加快城市扩容体制进程 台城南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道路两旁高楼林立配套日趋完善 南新区已成为台山的城市新名片 随着城市公共服务职能的向南推进 南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民有居则安 退休多年的李斌非常喜欢书法和盆景艺术 他一直希望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屋 2014年他在南区的某小区 买下了这间一百多平方米的新居 并把阳台装修成一个花园和书室 退休后打理花园写写书法 茶余饭后到附近的金星湖和体育广场走走 他觉得生活很知足 我一直呢 因为我和事发过 我们想问一个事房 问一个地方 每一种的发人国呢 就有个花园就没活过了 可是我发挥了各个养房的动用 我的乡父啊 拍眼神都有五六十个小朋友了 那个变化嘛 就是那些街道啊 都干净了很多啊 然后那些人呢 也是讲礼仪讲文明了很多 然后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 迎来了美好的光明的未来 张建华的父母原来是驻上川部队的军人 他出生在台山 后来随父母转业回了安徽 在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后 今年三月 他还是将自己的家安在了台山 在台城南新区安居乐业 全部一家三口全部过来 因为我了解到这个台山啊 它的这个非常适合人居住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 从气候环境到这里的人 这里的人非常的好 我对这个地方非常有感情 所以我选择最好的楼盘 经过近几年来的开发 台城南新区已经成为一座魅力新城 碧桂园 宝丽 郡景帆 雅俱乐 万达等 大型房地产企业进驻 学校 医院 大型商业体 体育馆 公园等配套设施齐全 成为市民购房制业的首选 我们这边的话呢 自2017年开始 就每年呢 都会有将近十亿的 那个销售额 销售量 都是以居住为主的 今天的台城南新区 一个集行政办公 文化体育和休闲娱乐 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悄然崛起 楼盘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被定义为富有山水桥乡魅力的 生态移居新区 是台山的重点发展区域 随着台山的持续发展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由旧城区逐步向周边延伸 学校 医院 政府办公等 呈现难移居士 城市公共服务职能的向南推进 为南新区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南新区的未来更加可期 本台记者张志强 廖宝城报道